花蓮市公所食物银行在获善新人士捐赠 台湾中油马泰安加油站的站长陈建成 连续第五年在中秋节前夕采购 社福团体的月饼礼盒进行捐赠 让花蓮市公所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 给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 一箱箱月饼礼盒及卫生制 叠放在花蓮市食物银行 这是台湾中油马泰安加油站站长陈建成 连续第五年在中秋节前夕 特别采购社福团体制作的礼盒进行捐赠 这次月饼的部分的话我是认购了30盒 那卫生纸的部分有4箱 对啊想说中秋佳节快到了 那也希望说社会的这些朋友们 都可以感受到说佳节的愉快 那今天我有这样的能力 然后来帮助大家 那是我心中的一个想法 也希望能够每年持续下去 市长为家宴则到场代表接受 并颁证感谢壮 那其实站长在五年前后就开始发愿 然后来捐赠我们食物银行的这些物资 那也希望说不管是有任何的社团或是公司 甚至于说普渡的一些要捐赠的物资 都可以跟花蓮市公所这边再做一个联系 那在这边我要特别再次的谢谢我们陈站长 那那么多年那持续的不间断的来捐赠 小小的散念击杀成塔 在每个弱势心中绕下散的种子 也发挥抛砖淫欲效果 让社会充满爱与关怀 记者 许丽琪 花蓮市报道